大家好,我邓慧文,阿辉,为你作会,心思有人知道 今天我们先来欢迎来宾张淑敏 淑敏是金融保险跟长照跨领域专家 淑敏你好 邓医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要谈一下幸福独居互助共劳 因为大家知道台湾老年人口增长非常快 大家如果听我们节目的话 最近听到那个专家在讲那个数字真的是吓人 预估2026年我们会有500万老年人口 不远的将来台湾就是超高龄社会 每五人就有一人是65岁以上的老人 所以未来照护制度跟相关的政策都会受到重视 其实现在就已经很重视 只是有没有重视到点 有没有做该做的事 这个就要专家 那么金融保险跟长照跨领域专家张淑敏 也是第一届高龄金融规划顾问师 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 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专业 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高龄金融规划顾问师 他出书了 他来跟我们分享最新著作 最新著作书名也取得非常棒 百岁人生的未来 幸福独居互助共劳 和我们来共同探讨如何建立创新的制度跟服务 这可以唤起我们大家一起来超前部署 对不对 好那就来请教 这本最新著作 百岁人生的未来 幸福独居互助共劳 这里面大家要怎么样去看到重点 来跟大家导读一下 好谢谢邓医师 这本书的书名取得这么好 其实要归功于淡江大学的邓玉英 邓老师 因为在他邀约我演讲的时候 我原先幸福独居互助共劳 只是我这本书里面 我一篇文章的篇名而已 那他邀约我的演讲是 他的通事课程 经济未来这门课程 他对他非常了解重点 所以他画了一种点心 帮我的当时的一个讲座的专题 就是取名百岁人生的未来 然后冒号才是幸福独居互助共劳 不是梦 那我后来因为那个演讲 我又在把我整个的一个理念 我的内容重新编排了之后 我发现这个其实更能够贯穿 我的整个的一个对于超高龄社会 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想要达到的一个理想的一个境界 所以当我出书的时候 我就借用邓老师帮我取的这个讲座的名称 来作为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内容 那这本书其实他除了就是收录我之前在周刊写的高龄金融的很多的文章之外 他也特别就是收录了我自己身为一个资深的家庭照顾者 远距的私自照顾者我的很多的一些感想 因为我很希望就是说社会大众以及就是执政者能够看到目前我们在远距家庭照顾者 特别是就是照顾私自长辈的这一群远距家庭照顾者的一个需求 那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一个私自友善 然后的友善金融的一个社会 因为如果没有看到这个需求很多我们的措施就是他就是不会到位 对我们来讲那些很多的措施制度资源就是看得到用不到 甚至在申请资源的过程里面就已经因为申请不到的关系 就已经损害了太多的身心健康 以至于最后必须照顾离职 所以大家其实都应该要看看这本书 因为不管现在照顾父母的状况这样 其实也会想到自己自己的未来 你是你说是资深的私自症患者的家属 因为妈妈从2014年6月确诊罹患阿兹海默症到现在已经就是将近9年了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那你是从外商银行副总这么高阶的职务来离职 作为全职的这个应该说照顾者跟学生 你是那个正大法术 嗯 是 然后你这有一个方态 就是你这个毕业 即失业 对不起我的母校 对不起我的指导教授 从那个副总辞掉去念书嘛 所以念完书也没有回到职场的话 那就都失业 结果呢 COVID-19 就是三年多了 对 三年多就业很难 对不对 这段时间你怎么感受 其实我当时报考政大的时候 我并没有打算离职 我并没有打算离职 变成回家专职照顾 因为妈妈是在高雄 我是一直都在北部 在台北 甚至在上海上班 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在报考政大的时候 我雄心万志 我以为我还可以继续像我以前那么capable 那么面面巨大 但是我后来我发现就是错了 就是在那样子的过程里面 即便是我这么一个有专业 然后搜寻资讯能力也非常好 然后我对政策follow的也很紧 那整个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还是有非常长的时间 没有办法申请到支援 甚至我想要支费买 我也买不到合适的照顾的资源 所以在那样子的过程里面 当然就是外商银行的副总 我又是财富管理里面的 银行保险部门的主管 这个是消金的重中之重 所以当然他要承担的责任是很大的 他的工作压力工作时间也很长 然后当时的一些法规的变化 也让我连续两年 我必须要参加国家考试 考全部办的保险经纪人 资格的考试 保险代理人的考试 因为我们隔年 我们要把我们的保金申请并入银行 然后因为当时保险经纪人 跟保险代理人管理规则的改变 变成你用保金的身份 跟保贷的身份 两者的作业成本会相差很多 所以我们改申请 订入银行之后要申请保贷 那保贷又是另外的保贷的一个资格的考试 所以那几年这样子下来到 我原先还很自信的去报考了 政大法硕的这个在职专班 然后很幸运的以第三名的这样子的成绩 录取报道 到我真正要入学之后 我又发现说我连去准时上课都是有困难的 那也因为在那样子的过程里面 后来我们公司又被并入 另外一家外商银行 那整个在合并的前后 那一两年的过程 当然都是格外格外辛苦的 那特别是合并前 其实每一个公司在合并前 他都已经有一些 有一些预备动作 就是他会他会做一些strategy review 他会冻结head count 甚至说编 所以那几年对我来讲 其实真的就是异常的辛苦 那以至于我自己 我觉得我也有照顾者的忧郁的倾向 那当然有一些可能比较情绪化的行为 在职场上是不被允许的 因为比方说我在申请过程里面 一直申请不到 或是说妈妈疑似走私的过程里面 当然就是 非常惊吓 一通一通在拨那些电话的时候 就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克制我的情绪 我就是会像我这样子 就是就是会哽咽会哭泣 可是这样子的行为在职场上 特别我是部门主管 当然就是并不是很OK 因为会会影响到其他同事 对所以后来我自己在 并入新的银行之后 我也觉得就是说 以我自己的一个身心状况 我觉得我是真的需要休息了 那我原先念政大法术 我想要转到就是说 可能业绩压力比较 不是那么大的 compliance的部门 因为我想说我在金融业的资历这么深 那我其实也蛮熟悉 金融业的相关的一个法规 那我又念了政大法 所以如果有机会可以转到 相对业绩压力比较不是那么大 然后需要 coordene这么多通路 不同的 不同的同仁的话 那可能情况会比较好 但是也很遗憾 并入新的公司之后 新的公司有新的规定 所以我就不符合那样的 年资的资格可以转换部门 所以eventually最后我就觉得说 那这样子没关系 我也没有办法转换 我也没有办法跟公司谈留职停薪 那我就自己很事项的先提离职 其实刚刚我们在听你这个过程 就是非常真情的分享 这是比什么都 我觉得大家更有感触 这就是一个照顾者 他所面临的事情 而且你已经是我们所有的 照顾者里面 算是相当有资源跟有能力的 就是刚刚你这样 自我剖析的 所以这更让我们觉得说 这种照顾者 需要得到更多的资源 或者更多的帮助 我觉得其实用你自己的例子 来告诉大家 就是其实都还不够 我们都还有更多可以在做的 那这个如何可以降低照顾者 例如说不需要变动自己的生活 或时长这么大 甚至有一些 你知道前一阵子有很多照顾者的悲剧 有没有 又有那个跟被照顾者一起走 或者是说把这个病人 这个结束 结束他的痛苦的那种 比较消极的做法 那这次你整理出这本书来 就是这里面有一些概念 让大家可以更加的安心 当然在金融方面安心 连带的就可以释放出一些余裕 我那天听到一个概念 叫做时间贫穷 时间贫穷的意思就是说 可能你时间都拿去维护 养家或者说赚钱 结果你还是贫穷 因为你时间贫穷 但是对照顾者是不是很残酷 你只有钱你没有人 那你就是时间贫穷 跟人力贫穷 那这本书提到很多关于 安养信托的理念跟知识 你认为用法人身份来担任 专业的议定监护人 信托监察人 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那这个当然我们之前 有稍微介绍过 如果听众朋友不熟悉 我想还是请你稍微再说明一下 安养信托是怎么回事 好那安养信托我想他其实在金管会 信托工会的一个推动下 其实已经是很多年了 那但是他还是面临很多的挑战 所以在去年我也接受一个周刊的一个采访 他们也另外做了一个试调 就发现其实大概只有15%的民众有听过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在银行 我在财富管理服务那么多年 我知道因为银行的resource 都是在财管这群客人 银行配置最多的一个人力礼专 都是在财富管理 但是信托是一个小媳妇啊 所以就是在信托这个部分 如果他的人力资源都这么少的情况之下 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去reach到民众 那甚至就是说通常会比较上门 跟银行往来的都是财富管理 甚至所谓的专业投资人 资产在3000万以上 所以这群人他们比较熟悉安养信托 那反而是我们安养信托 我们提倡认为他应该是一个普惠金融 应该是要平民百姓不分资产 夺寡都可以受用的一个商品跟服务 反而这群人他们比较没有机会 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那以法人担任安养信托的信托监察人 或者是我们协会 我原先创会的核心任务 还希望更超前部署 担任议定监护人 这个真的就是在台湾 很创新的一个制度跟服务 因为以前大家最多啦 我想象的是 其实我节目都有介绍过这些事情 可是我们一般想象的 那个安养信托 大家最理解就是找一个律师 或一个律师事务所 或什么 那其实我记得上次好像你有解释过 这个事情跟你们有一个专业的 一个法人或一个团体 他其实会有更多的 应该怎么讲 更专注于照顾你的这个信托嘛 所以就是所谓以法人身份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找这样子的协会 这样子的民间团体 但是这样的协会民间团体非常少 而且他们的服务量能也非常有限 那不是只有你们吗 信托监察人 愿意用法人的身份担任信托监察人 目前大概有七八家 那他们都是什么样的法人 可是他的服务量能也是很少 他们是什么样的结构 有社团法人 有财团法人都有 对 然后专门就是做这个了吗 他们不是专门做这个 是他们其实这样子的社团法人 他们其实他们都有 他原先的使命 可能是服务老人家 或者是说服务没有子女的 像五指西瓜 那也有一些就是说 他们的子女本身就是有身心障碍 所以有好几个这样子的社福团体 他们都是属于就是说 可能他们的子女本身 就是从出生 就是有这样的身心障碍 所以他们是最早关注到 要用信托来守护 因为爸爸妈妈会比子女早走 所以他们担心 他们走了之后 他的子女 因为身心障碍的缘故 他没有办法 帮自己做最好的决定 那他即使是留下财产给他 可是这个财产 能不能善用到他的子女的身上 所以在信托法的引进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社福团体 他们真的是鞠躬结尾 他们跟一些法学者 共同来倡议 引进这些信托法 信托业法 然后推广安养信托 是不遗余力的 可是因为他们的主要的对象 服务对象是 就是他们的子女 所以在他的人力有限的情况之下 他们服务的大部分 也是他们自己的会员 那以信托这么新的观念 特别就是说你信托 其实信托要守护资产 首先你要有财产可以守护 好现实的一句话 所以就是说 即使是就是这么用力倡导的 这件事情的社福团体 我记得在去年吧 他们有报道 就是说 他们已经倡导这么多年 可是他们会员 自己这样子的 安养信托的案件 也才四十几件 而且其中三分之二 他放进信托的财产是 保单 保单批注进去 但是实际上那个钱 因为还没有发生保险事故 所以那个钱 其实是还没有进到 就是那是一个未来 我们等一下再来 请书名跟大家 手把手的再说明一下 他叫你怎么从这本书里面去看到 刚才你提到的是像安养信托 就还不是很普遍 那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刚才稍微聊了一下 所以这个有选了 议定监护人 信托监察人 然后来应该说协助管理 我们要养老的这些资产 这应该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那大家在尝试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要怎么样去开始 像你刚刚讲的那句 有点有趣的话 如果真的有财产可以守护 然后可以用来养老的话 这个know how 这过程中可以跟大家再说明一下 怎么去规划 怎么去开始 尤其是选择这个法人 这个法人要担负的是什么 也许我们今天讲完之后 有更多人来组成这样子的法人 但我觉得双方面 就是委托人跟管理人 要各自具备什么样的觉知跟知能 怎么开始 其实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从安养信托 他当初引进 跟主要想要利用安养信托的 这个族群 那可是对于我这样子的 家庭照顾者 我照顾失智的妈妈 然后联想到自己的晚年 我会担心的是 如果万一我晚年也失智 那怎么办 以刚刚的例子 他们是父母已经帮子女 在准备那一笔财产给子女用 可是以我们这样子的角度 我们是在想我们自己 或者是说怎么样帮我们的长辈 假设我们的长辈是有资产的 怎么样帮他守护他的资产 那如果是从这个角度 可能也许议定监护 跟安养信托就要结合 议定监护就是 在我们意识行为能力清楚的时候 我们先来签一个议定监护契约 来指定万一我将来失智了 谁会去帮我跟法院 申请监护辅助宣告 那法院如何裁定 如果我们已经有一个 议定监护契约 已经在契约里面有指定 议定监护人 当我们真的失智的时候 我的议定监护人 他也是一个可以帮我去跟法院 申请监护辅助宣告的人 而且他去申请之后 法院会知道说 这个人他已经自己有选择了 所以法院就不用那么辛苦 再去调查说 谁最适合担任他的监护人 法院就可以直接按照 议定监护契约来指定说 那就是某某某 你就是他的监护人 那为什么说有议定监护人 最好结合信托 因为一定监护人 我们如果设定说 他要帮我们做很多事情 帮我们守护晚年的资产 跟资产运用在我们身上 他必须要知道 我们的财产在哪里 那如果他不知道 我们财产在哪里 或是说在我们失智的时候 我们的财产 其实早就被骗光了 那即使你 尔赛这个人当监护人 你没有财产 你的财产已经被骗光了 他当监护人 他没有办法帮你 按照你原先请他约定的事项 来把你的钱运用到 你想要使用居家服务 或是你想要使用日间照顾 或是你想要住到安养机构 你没有钱 他没有办法帮你执行这些事项 所以必须要议定监护 跟安养信托 那尤其安养信托是可以预开的 最好这两件事情是一起做的 所以这个是就是说 可能从像某一些心智障碍的 这样的一个家长团体 他们的出发点跟我在看超高龄社会 因为每个人都会老这件事情 那超高龄社会 就是失智的盛行率会随着年龄提高吗 所以在预防 就是说万一我们老年失智 我们想要怎么样守住我的财产 然后财产怎么样运用到 我们的人生照顾上面 这样子即便我们失智了 我还是还是有我们的一个生活品质 然后我们的一个尊严可言 那在技术上 你觉得现在大家最需要注意的 像这个 好我们讲说 你书里面有写信托监察人的报酬 跟法律风险 我们刚刚讲双面 所以你刚刚说到了 假设我们一般民众要去做这样子的规划 那如果是站在 例如说担任这个信托监察人 或者有一些社福团体 那这个报酬跟法律风险 大家是不是需要了解一下 担任信托监察人也是一个 就是非常需要自人用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们用个人去担当其实蛮麻烦的 个人也是要 你也是要去评估 他是不是符合自人用 就是他专业够不够 他个人本身是不是有人跟勇 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他会遇到什么困难 例如说如果人家叫我当他的信托监察人的话 比方说 这个信托我们要守护的是一个 他本身已经失智或是身心障碍的一个受益人的话 那可是他身边可能有其他的他的真正的法定监护人 那万一跟信托监察人不一样的时候 那监护人他可能行使他的监护人职权去 想要去终止或者是改变这个信托 那甚至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诉讼 假设就是说意见不合 那以及就是说信托监察人 他本身他在法规上面 他赋予他一个算是责任 就是说如果有人想要来动这个信托的资产 那你是可以提起意义之术的 可是当然你要做这些法律的动作 你要提起意义之术 你要有时间 你要有钱 跑法院 跑法院不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工作跟生活 跑法院是要花时间 可能也要花一些精险的 那哪些行程是要跑法院 就是如果有人要来动这个信托的资产 可以举个例子吗 就是假设他有其他的债权人 那他想要来动这个信托的资产 那其实按照法规 本来这个信托就是专款专用 他是信来守护 那可是如果有人要来告 那当然就是说你要有人来defense他 受托人可以 假设我们请银行当受托人 受托人也可以 那我们有信托监察人 信托监察人也可以 如果这个信托是用来要有特殊的使用 对就是安养信托 守护那些老年守护那些 那他如果有其他债权人的话 这笔钱不用拿去还债 按照法规原先的定义 信托里面的财产 他大原则 他是受到保护的 等一下 那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欠债 他有留钱 他不还债 他可以把他框起来变成他的 如果他是蓄意要淘债来放进信托的话 那就不见得会受到法律的保护 有不蓄意的吗 欠债就是欠债 就是你如果有欠债可以把余钱不去还债 然后拿来规划成信托 然后以后老了还不拿这个钱去还债 这是可以的吗 如果是蓄意的 就不受法规的一个规范 其实在这个部分法条 他有一些规范 就是原则上我成立这个信托 我先把钱放进来 或是说我已经预设保单批注进来 我是为了这个信托的受益人 那这样子的信托资产是受到保护的 可是我如果是一个明明我知道我已经有欠债 我知道债权人要来追债 但是我又故意想要脱产 故意想要把它闭入 其实闭入到信托或是闭入到保单 一样他都会 他都还是会遭受可能有遭受到强制执行的可能 那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 受托人或者是信托监察人 你要能够去判断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蓄意 那如果不是蓄意是有人就是要来追这个财产的话 他必须要挺身而出去帮他去申请异议之数 我只是很难想象说 那所有什么人不是蓄意 他不知道自己有欠债 有可能啊 因为就是看事件发生的顺序 所以我的生活太单纯 我不会把他想象他是怎么欠债 比如说爸爸妈妈他原先规划的时候 放这个财产进来就是否他的子女 可是也许后来爸爸妈妈经商失败 他就欠债了 那是后来的事情 那这样会不会 那这样子在法规上面 其实他已经放进来的财产 他就是会受到保护的 那我们在还没经商之前 要先把这一块框起来吧 是这样吧 我认为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累积财富的过程里面 我们有想要守护的人 所以说明我们让听众朋友感想 所以像我现在孩子还小 我还没经商 我是不是应该把现在手上的钱 先拿来规划起来 就是以后这是我的安养信托 才不会以后造成孩子的负担 所以现在像你也有做吗 我自己很想做 但是因为我的年龄 当时我在设备的时候 就还不符合这个安养信托的年龄 我想要预先以防养老 也不符合以防养老的年龄 必须是年龄55岁以上 就是信托的受益人 就是我规划一笔钱以后 让我小孩用来照顾我 我要55岁 受益人 就是如果你的受益人是小孩的话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安养信托 不是一般的信托 一般的信托没有年龄的限制 那如果是安养信托 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 家里面有身心障碍的小朋友 那他担心他爸爸妈妈先走了 那他想要把他规划安养信托 他是身心障碍者 受益人是身心障碍的这个子女 他就符合 那另外一个就是55岁以上 他也符合 这是我们 你的意思是说 像我们如果55岁 我们的爸妈的钱 可以拿来做信托 让我们照顾他 我们要55岁 不是 如果照顾的是爸爸妈妈 受益人是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自己要55岁以上 就是受益人 所以我现在要拿一笔钱规划起来 让我小孩以后照顾我 这样年龄是规范谁 如果是我们自己当委托人 用我们的财产 然后让小孩子来照顾我 就是我要先框起来 我再去经商 像你刚刚讲的 这样我就以后小孩 就有这笔钱可以用来照顾我 如果是我们自己的钱 我们要照顾我们自己 那当然我们自己是55岁 我们期待小孩子来照顾我们 可能以邓医师的意思 就是小孩子 我要先留好 对 钱让他用来照顾我 让小孩子当信托监察人 让小孩子当你的议定监护人 是 那这样是我们要55岁 对对对 我们要55岁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55岁了 都可以先规划自己的 或者是还没到55岁 你预开也是可以 但是银行有一些比 个别的一些作业 那所以你也可以预开啊 我当时可以预开 可是我预开的用途不大 因为我想想象的就是 万一我失智 我要用以防养老 可是我也不达到 以防养老的这个条件 那以防养老的条件 很难达到 以防养老的条件 各家银行也不一样 对年龄的规范也不一样 最年轻的就是 也是要55岁以上 那有一些银行是60岁63岁65岁以上 那以及就是说 其实他 以防养老还有很多其他 个别的细细小小的一个规定 对 所以你说 你要用以防养老 如果以防养老现在还没办申请 你就没有办法去规划 我就还没有找到我的议定监护人 在我未来失智的时候 再来帮我把我的房子 跟银行申请以防养老 防养信托 所以整件事情的 整个的一个process 或是一些key person 没有找到的时候 我就没有办法规划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年龄 可以下修一点吧 对不对 我觉得55岁 为什么一定要55岁 不能下修一点吗 要看金管会 他们目前的一个想法 那以你们在这个行业 比较熟悉的 会不会觉得 其实应该可以放低一点 我觉得其实应该可以放低 因为实务上来讲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 失智症可能跟年龄有关 所以65岁以上 我们有一个盛行率的一个推估 他的盛行率可能从3点多到90岁 可能36点多percent 可是其实还有一群人 是我们所谓的年轻的认知障碍者 或是年轻的失智症者 他是在65岁以前 他就失智了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一些年龄卡的 横死没有一些弹性的话 简单讲就来不及准备 就来不及准备 就是日本有一位非常有名的 年轻的认知障碍者 他的倡议家 他是37岁就失智了 所以我刚刚听到你讲 我就说那等一下 我们就去办一办 结果你告诉我说年龄还不符合 就没有办法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其实是 我很期待这些所谓主管机关 认为适合高龄者来使用的商品工具 能够就是再更优化 再更体贴到我们真正使用者的需求 那要不然就是会回到 我文章里面谈到的那些推广的挑战 为什么还是这么少的人 说到这个会有这种种种的 限制啊 是不是跟你有提到 像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高龄经济安全 像这些信托是比较是在考量 高龄经济安全吧 可是另外是高龄金融消费自由的 这个走向 这两个的意思是说什么 这个我们也为大家翻译成日常语言 好不好 就是说为了高龄有养老的基金 所以我们要把钱先把它设计起来 保护起来 高龄金融消费自由说 不要太早把钱保护起来 它还可以高龄的金融 还可以在社会上流动 是这个意思吗 是可以这样子解释 因为我想高龄经济安全会 这么受到重视 就是因为这几年跟年长者的一个金融消费争议太多 年长者被金融被诈骗的这个case太多 那当然这个可能就是会跟年龄有一些相关 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认知障碍的这个部分 跟年龄有一些正相关的趋势 所以主管机关看到了这个部分 他就很希望能够推动一些措施 在我们金融业 他就对很多的商品有一些年龄的一个门槛 所以希望保护这些高龄者的一个财产 但是高龄者不会每一个人一到65岁 就一定失智或者是就是没有这个能力 其实相对来讲 就是说盛行率 盛行率65岁以上 他推估3点多 表示就是有97%的人 可能那个时候还是耳聪慕名的 那当我们用年龄这个一刀切的时候 当然就是到符合这个年龄 还耳聪慕名的人 他就觉得他的金融消费的这个权力被限制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两面 那我们目前就是也有一群 就是非常属于高资产高知识 然后他们也意识到自己未来可能很高瘦的这一群人 他们称为壮士带 他们也就很意识到这么一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在金融机构 在主管机关想要保护 所谓高龄者的这个同时 对他们来讲 就是他的金融消费的自由被限制 我本来我觉得我专业能力很够 我还可以买衍生性金融商品 或者是我还很愿意买投资型保单的人 可是你因为设定65岁一定要录音录影 我就觉得很麻烦 我就觉得我不要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一个需求 所以是这些限制上面 其实用年龄来限制 有时候也是 太粗糙了 对对 太粗糙了 因为每个状态很不一样 对 面对百岁人生的未来 我们刚刚讲的老年独居人口巨增 除了刚刚讲的像安养信托的这些观念 还有大家开始去思考 到底高龄 我们在各方面社会应该怎么去看待 好像我们刚刚讲的高龄金融是消费自由 还是说高龄经济安全 我们有预设一些限制 种种这些 加上你个人的经验 你在书里面幸福独居互助功劳 其实是一种理想 对不对 那么我们一般的听众朋友 看了这个时候 也都会想自己个人的状态 是 不只是钱 这里面有很多心态 你写到照顾母亲 有很多很多细节的事情 例如说 什么叫自我负责的人生 是 然后这个 单身者的感觉 然后要处理一个团体 的种种现实 给大家一些 你的那个怎么讲 你最有感的 到底怎么样 我们会往幸福独居互助功劳来走 我觉得幸福独居互助功劳 先从自身做起 就是我们要自我负责 所以就是我们提的安养信托 意定监护 这已经是现在有的工具 那这些工具 当然可能它还没有到尽善尽美 可是我们可以事先去了解 55岁 55岁 也不要像我现在就几个要去弄 你没办法 因为有越多的民众 他去关注这件事情 他去跟银行询问 那在询问的过程里面 银行就会把 为什么客户不买单的原因 反映上去 所以要有人 要有民众 而为了到有这样的商品 有这样的服务 他去询问了 他个别发现就是说 还有哪一些地方 没有办法满足到他的需求 那这样子银行才会有机会 还会有这个意愿 再去更完善它 如果大家根本都对这个商品 都不知道 也没有去闻问的话 对银行来讲 这就是一个配合上面的政策 来做做一些KPI 做做一些数字 给主管器官看的东西而已 所以他的成效 他的效果就没有办法达到 所以从个人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是自我负责 你善用这个既有的一个工具 这个是最起码我们可以做的 那除此之外的话 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个书里面 去收录一些个案 那包含我自己的一些心得感想 我也很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 就是说超高龄社会 其实单身 晚年单身独居 它就是一个趋势 不管我们 像我是一直单身 那也有些人他到晚年 他因为就是可能配偶找事 或者是就是说 因为其实寿命太长了 要跟一个人长久面对几十年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也有很多晚年离婚 晚年独居的状态 那也有很多就是 把小孩养得太好了 那小孩子都在国外留学 在国外发展 他也不会回来 所以即便是有结婚 有小孩 可是因为配偶也许找事 或者因为离婚 或者因为也许连小孩子 都不在身边 甚至配偶可能也移民 一起在国外 所以就是会有 这么大的一个族群 他其实是一个独居的状态 所以这样子的现象 我觉得不应该再 把它问题化或标签化 而是应该正式 就是说有这样的现象存在 那我们怎么样利用政策 或是说我们人民之间 互相帮助 能够让这个幸福独居 互助共扰的 这样子的理想是可以实现 那我就简单来讲 如果就失智友善来讲 就是在我书里面提到的 为什么会分享一些 一些个案 或是我的心声 是希望大家多了解 失智者跟失智症者的一个家属 给他们多一些包容 可能也许你只是在路上看到 看到有人疑似在那边闲患 可能也许他是一个失智的老人 你多给他一些关怀 他或是说主动帮他跟警察求助 他就可以继续活在这个社区里面 而不会说因为常常走失 或是怎么样 然后就被送 一定要去送去24小时的住宿机构 就是如果我们愿意多帮忙一点点的话 那像我们这样的远距的 这个家庭照顾者 我就可以比较放心说 那我还是可以待在北部 我不需要一定就是辞职 我就是回去跟失智的妈妈守在一起 因为以我们的年龄 我们提早中断职场 像我这么辛苦 我都还没有办法回去金融业 我也卡不进去常造业 我创了一个社团 可是又很遗憾的必须要辞职 我觉得其实如果中断职场 要再回去职场 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学心率 适才适所的工作 这个是很困难的 所以在我们民间 如果我们大家都愿意互相帮助 那其实也就是帮助到失智症的家庭了 那在政策上来讲 我很希望就是说 有执政当局 有立法者 他们听到这些声音 然后能够在政策上面 更体贴到这样子远距家庭 尤其是远距的 这个失智症家庭的一个辛苦 要把照顾离职的这个事情 放进我们常造的KPI 而不是一直拿覆盖率 好像越来越高了 然后就沾沾自洗 覆盖率高 覆盖率是用什么看 是申请长照服务 对 这个是为服务他们在统计 就是说 使用这些长照2.0服务的这个ratio 可是这个ratio 我觉得其实是 真的是以偏概全 因为以我们目前的长照2.0 我们就算到第八级 使用的额度 三万六千多 三万六千多 你换算成居家服务 假设我们通通都把它用来 使用居家服务 它可能一天也只差不多三个小时 可是居家服务如果使用三个小时 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 私自照顾家庭问题的 所以我来做一个结论 就是说你说像这个东西 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实际的状态 所以今天淑米分享你自己的例子 我们就可以看到 比你能力状态差的人太多了 所以他们的困境是何等的巨大 所以你刚刚讲的最后 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把照顾离职的这个现象 纳进去去看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看到更具体的 如果你不管覆盖率多高 你觉得拍拍手很棒 可是照顾离职的东西没有下降的话 那个问题就是可能 也许在之后几年就会爆发 因为这些照顾离职的人 就是我所谓的流沙中年 他最后就变成下流老人 那eventually就是你在 头痛抵头脚痛不脚 你的动物越来越大 你在下一轮的身心照护 我们就会看到有欠下的债 对 那这个请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个问题 非常谢谢张淑蜜 这个金融保险长照跨领域 是一个要合并来看待的 那我们 我觉得 未来路好长 大家一起加油 祝福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